佛法是因缘生 所以这个意思很深 凡是因缘生的都不是真的 缘生之法它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 所以佛告诉我们 法上厌食火困会法 你对这个佛法可不能执着 我们执着这个身生无措了 你要执着这今天是佛法 你也错了 它是缘生之法 真的东西 真的东西不是缘生的 那就是本有的 自信是本有的 自信里面的信德是本有的 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向好是本有的 这个意思就深了 这就变成现在的时候是高等的 哲学与科学了 跟你讲原生法 那是初级的 小学中学都可以说的 所以无量因缘 这就是无量因缘总归拿起来 我们找他一个最重要的因缘是什么 那为什么要出生 那么这就是一大四因缘 一大四因缘是法华经上讲的 诸佛师尊 唯一一大四因缘故出现于事 唯一一佛之之间事物众生 这一大四因缘在法华经上 一句话 开示物如佛指之间 社方诸佛菩萨 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映画 为什么 就为这种事情 因为 佛指佛剑 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 所以 佛不度出生 佛给你什么 佛什么也没给你 是你自己本有的 本有的 你迷了 你不得受用了 你在迷惑颠倒 在搞六道轮回 过这么凄惨 苦难的日子 佛来点化你 你有佛指佛进 你本来是佛 你迷了 迷了自信 你不得不得了 不得了 你不得了 在美国 都把你 glad 你输入